大家好,今個月的專屬直播,驚濤蟹浪都不知道有沒有做 因為都不知道有沒有大戰,究竟做不做到一次對利物浦呢? 現在這樣看應該是有得做的了 因為今晚就開球了,現在都差不多到香港時間6點,都沒有延期 照計都繼續打的,因為那些抓球不是會去的 沒有理由入了場才不打,應該早兩天提醒不打了 等到最後球迷不要過來,通常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都沒有說取消,就是一定繼續打 約定大家今晚12點,記得要加入做會員參與專屬直播 至於今個月的第二次專屬直播是什麼時候呢? 要再看哪些賽事打 來到今天的賽後評,我們會說 萬成對列斯聯和列斯聯對阿仙奴 剛好兩場賽事都是列斯聯,所以今天的主角其實是列斯聯 列斯聯最近吃到飽了 最近三場賽事一共失了14顆 看看他們的賽程吧,嘩,發達了 打麻雀的角度叫做大四起,賽馬的角度叫做四連環 適中的角度就是四波大 首先是對這個車路士,再對這個萬成 跟著是阿仙奴,接下來是利物浦 連續對現階段英超前四球隊,飽了 還要撞正英超是開快車的 中下遊分子不夠人輪返,不夠頭 還有還有,這樣四連環發達 是前四這四支球隊發達,不是列斯聯發達 第一場賽事對這個車路士 列斯聯還有一點體能 可以說捱到最後才被人絕殺 但不夠休息時間 再對萬成還要沒有什麼輪返 哦,輸七顆 跟著繼續不夠休息 對阿仙奴少少輪返,輸四顆 到最後,接下來還要對利物浦 真的不知道利物浦會進到多少顆 其實列斯聯希望現在停一停 疫情影響停一停 他又停不到,真的要他打足這四連環 我們今天就說作客萬成這場 再說主場對阿仙奴那兩場 列斯聯對車路士都用了體能 所以去到作客萬成就打算收縮 都不打算怎樣逼 打算節省體能,不要再狂壓迫 收縮會舒服一點,沒有壓迫這麼浪費 但誰知道收縮對於列斯聯來說是很嚴重的 你可以見到,萬成七個入球當中 列斯聯本來也有足夠的防守球員在樹 甚至全部都是在於收縮狀態底下 來塞這七球球 去到下一場對阿仙奴那四個塞球當中 有三個球都是列斯聯有足夠的防守球員在樹 都是硬要塞這三球 列斯聯防守球員怎麼都是多過阿仙奴的進攻球員 這三球都是要塞的 而且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萬成的四個入球 都可以一猜過半場五至十秒內就入球 包括最重要打開紀錄的第一球球 而阿仙奴呢 阿仙奴甚至乎是全場四個入球當中 全部都可以一猜過半場五至十秒內就入球 當然都是包括最重要的打開紀錄入球第一球球 好,意思就是說即使列斯聯是收縮的狀態都很好 但是萬成和阿仙奴都可以一猜過半場 就盡快完結攻勢兼入球 其實這樣盡快完結攻勢兼入球 一向都是難度很高的 因為盡快完結攻勢是不可以讓你選擇最佳時機攻進去 最佳路線攻進去 一猜過半場只有一望無際就沒得給你停 沒得回頭繼續攻 你巧合在哪個位置那裡猜過半場 就在同一條路線那裡繼續向前衝 沒得給你選第二條路線 也沒得給你選第二個時機 是現在攻就是現在攻 是這條線就是這條線 是沒得給你再選 是基本上盲目去做的 所以很難成功的 其實這個盡快完結攻勢的目的 主要其實都不是想入球 反而是希望盡快完結攻勢不入球 立即給對方控球權 人有對方攻 如果對方肯攻的話 自己便可以回避了面對密集的時間去打個反擊 或者快攻 所以盡快完結攻勢 其實不是想盡快入球 是想迴避了面對密集 而是給自己在空間打快攻或者反擊 但是無論是盲城還是阿仙奴面對的密集的時候 已經是盡快完結攻勢的階段經而入球 不用等下一次打快攻反擊 這一次刺進去就進去了 本來都未必想刺進去進去 都刺進去進去 根本就是不需要迴避面對密集 面對密集盡快完結攻勢多難都好 但是列斯聯都可以不停被曼城阿仙奴成功 那你就明白列斯聯的收縮防守是多麼弱雞 我經常都說收縮防守區域最嚴重的叫做小學雞防守 即是收縮防守區域當中只懂得收縮 就不懂得擴張回出去頂住球員 不讓球員進入禁區 結果左右後衛全部進入禁區中間 就可以輕鬆讓人兩邊進禁區等球 你不迫回出去 別人輕鬆在禁區裡等 站著也有空位 但列斯聯的問題就不是這些小學雞防守 列斯聯的問題是收縮 都是被人盡快完結攻勢中路突破 就不是兩邊等球到那種 即是不是收縮防守 那即是列斯聯的收縮防守區域是中路 我今天連續說曼城和阿仙奴的賽事 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 就是無論曼城的兩邊進攻怎麼拉 還是阿仙奴正是右邊進攻怎麼拉 左邊進攻怎麼不拉 一邊拉都好 同樣是怎樣站位 曼城的阿仙奴的不同站位 都可以成功向列斯聯中路 盡快完結攻勢入球 即是無論進攻那一邊有沒有問題都好 都是攻得入 其實就是問題完全落在列斯聯身上 列斯聯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你會發現他們後防線和防守中場之間 有一個很大的窟窿 即是後防線和中場線距離很遠 眾所周知,防守中場是後防線的屏障 如果沒有防守中場在後防線前面做屏障 後防線是會很尷尬的 完全暴露於人中的 但列斯聯的防守中場和後防線距離太遠了 即是沒有屏障在後防線前面 後防線完全直接暴露於人前 那當然是很大劑 後防線的球員就變得不知道 應該衝出去頂對方的進攻球員好 還是應該繼續縮回後面好 其實兩樣東西都不好 怎麼做都是輸 亂決定更加容易散 更加任人如肉那種 也就是說 這個曼城和阿斯諾 在拆過半場的時候 其實連帶拆過列斯聯的防守中場 拆過了當然就是5秒 之後就可以很快進入禁區裡射門 盡快完結攻勢 基本上是放大曼城和阿斯諾進攻球員級數 列斯聯這一種收縮的防守方法很少見 頂級聯賽當中是很少見到的 我們通常都是說 你不懂得擴張收縮 即是說你那個是小學雞的防守 但列斯聯就不是這一種 另一種很弱的防守方法叫做無寧兩可壓迫 即是前面上去但又不徹底壓迫 對方很容易拆過半場的時候 你後防線深度又不夠 立即被人打快局 是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但列斯聯又不屬於這一種 兩種都不屬於 那應該是哪一種呢? 他們其實是有兩邊防守的 即是有擴張的 他們不是小學雞防守 他們後防線又不是說沒有深度 又不是無寧兩可壓迫 所以我們要找個新的形容詞 才能形容到列斯聯這一種的防守方法 前面就不壓迫了 叫做收縮 後防線的深度就OK 基本上都是收縮了 但是防守中場竟然跟後防線距離這麼遠 相信應該是中場球員太過習慣壓迫了 所以就算今場要收縮 他們仍然想著壓迫 就忘記收縮 就變成中間空了 那我們不如叫這種防守方法 叫做中空收縮 中間空了的收縮 即是很容易被人盡快完結攻勢 其實這個名詞 真的是列斯聯獨有 中空收縮 四大聯賽很少見 原因就是列斯聯真的 接近只是重視壓迫 接近只是訓練壓迫 很少訓練收縮 所以才會犯幼稚園的錯誤 一直瘋狂壓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一撞正 這次四連環的魔鬼賽程 你根本就不夠體能去壓迫這四場大戰 你被迫要收縮的時間 就反映了你一向 都不重視訓練收縮的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給個Like 多點Like 我的影片才可以收到推送 我的頻道才會增長 來到Patreon片尾彩蛋一返常態 整條影片都是講藥隊的列斯聯 片尾彩蛋我們就講回萬城和阿仙奴 記得要繼續去Patreon支持下去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